哈囉 大家好 我是Kira 哈囉 我是Bomo 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就是我們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新家所添購的家具 沒錯 因為我們覺得那些都還蠻實用 然後也值得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話不多說 直接現在立馬跟大家分享喔 你看你這個空間怎麼那麼神奇啊 褲褲子帶上來耶 很開心喔 來 給你拍 趕快沒拆完 你就趕快上來了 給你拍 給你拍 趕緊辦法爬上去 第一個上來在那邊 這個床好大喔 這不要怕鼠萊寶吉耶 阿嬤幫你 來 爸爸我們做設計好不好 請 他喜歡那個床 好了 我們主臥室呢 也整個鋪好了 床墊 保潔墊跟枕頭 全部都是裡面豆腐的 對 其實他們這個保潔墊啊 其實還不錯喔 它裡面是防水的 而且還可以防蠻 翔寶你在幹嘛 翔寶 翔寶 你好忙喔 翔寶 你好忙喔 嗯 他說嗯 好老婆 那我們可以把床單鋪上去了 對 好的 那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們的床架 床架就是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們睡覺的時間會佔你到多的部分 那我們這次是滿屋生活的 我們特地挑選的就是有這個軟墊 因為我們平常可能會在床上滑手機或看書 所以一定要是有很舒適的靠背 而且它算是滿柔軟的啊 因為有些靠背感很硬 但是它其實摸起來還滿舒服的 它這個棉是高強度海棉 對 它這個材質由我們喜歡的那一種 細膩之吻的那一種感覺 對 而且它灰色還滿有質感的 可以剛好搭配我的房間 對 欸 我想要來你 欸 太爽了吧 很舒服欸 而且就是 你平常如果是坐著這樣也可以 然後或者是你要 靠著 都還滿舒服的欸 哇賽 我們住的那邊就是我們家裡嘛 後面就是木板 所以我們完全不能這樣靠著滑手機 我們都一定要拿枕頭啊抱枕 才能這樣摸 不然你知道那個頭超級痛 對 然後再來其實說真的 我們家的那個床啊 床架有點太高 床架有點太高 我們爬上去床齁 有時候爬到好幾次 腳點要繞著 嗯 但是它這個設計呢 其實非常棒 它的床架呢 本身是屬於 比較矮床架的設計 這不會太高 它腳輕輕這樣跪一下 跪一下就可以上去了 然後它也是10目的 所以就是 可以耐動耐很重 我們那時候看到安裝的時候 裡面呢 有7根的橫木 然後還有10根的那個重重 喔 然後連這個板子都是10目的 它的床架是屬於那種 利落有形 然後輕巧金屬的床架 所以我們選的這個床架 也算是很適合我們主臥房的風格 就是灰灰的嘛 而且我們都會挑灰色的 這是我們添購的家具床的部分 分享給大家 我們現在鋪的這個就是 年豆腐的保洁店 沒錯 那因為我們怕它隨時會吐奶 或者是沾滿整個口水 或者是給你噴尿 所以我們的保洁店是非常重要的 棉豆腐的保洁店 很舒服耶老婆 超舒服的耶 感覺很吸水耶 很柔軟 完成 好老婆妳可以去上面尿尿了 為什麼我去這邊尿尿 好像 這樣嗎 這就是史萊寶的專屬床位 感覺怎麼比我們的床還要大 它那邊睡一睡又可以塞到這邊來 舒服對不對 對啊 現在你們看到的這個呢 就是 棉豆腐的枕頭 很彈 然後雞彈的 比如說妳這樣 他馬上就會彈回去有沒有 非常的彈 我覺得這個彈起來應該是 蠻舒服的 為什麼妳彈起來感覺又可以再彈兩個人 可以啊 感覺就是阿公躺個這邊 然後阿嬤躺個這邊 阿嬤躺個這邊 然後他紙外包給人家擠中間 妳看 還蠻舒服的耶 枕頭躺起來如何呢 我覺得很Q彈 我想要看它裡面 你看 可以這樣伸進去 對 很有空氣感的感覺 好奇妙喔 妳看這個觸感 人家有密集恐懼症 很不敢看這個 而且啊 就是棉豆腐他們的這個床 他們有一百萬的四歲 不喜歡的話 他們是可以全額退廢的 可是我目前這樣躺下 我覺得還不錯 突然覺得索外包的房間很舒適 欸妳不是幫索外包的房間 已經買好床包組了嗎 對 現在可以把它鋪上了 而且我是買lion的 很搭欸黃色 好欸我來鋪 哇超級lion欸 好可愛喔 對啊 好各位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們的製屋櫃 登登登登登登 這個製屋櫃呢 全部都是用原木打造的 高世隆的品牌 對 像我們這個製屋櫃的話 永久保固 永久喔 嘿 只要妳不是人為人 妳的木頭有任何問題 它都在保固妳 哇厲害 然後這個製屋櫃就是很實用嘛 就像之前住的套房很多東西 剛好拿過來這邊就是擺一擺 全部都買了 然後還有兩個是老婆的 喔妳有留給我欸 有啊是 然後留到最右下角那邊給我 而且我覺得他們還有一個還不錯的就是 訂購的話還不用運費欸 這個真的是怎樣 但是他有說就是如果是 東木那邊的話就要運費了 然後他們還會拍專人喔 我來幫你安裝 超好的 免運又免樓成費 沒錯 這個製屋櫃呢 他們也是台灣製造的 然後用水性環保器 無甲犬 無重金屬 這樣水來保來也可以玩 哈哈 對這很重要 我覺得它其實有一點蠻貼心的 因為我一開始蠻擔心說 它這個製屋櫃來 怕會有這個角角有沒有 割到會痛 可是它過來啊 它全部都有摩過欸 真的喔 欸真的欸 是滑的欸 很貼心欸 很貼心真的 主要會跟大家分享這個製屋櫃呢 是因為我覺得它真的很實用 如果說你家裡像我們一個辦公座區 旁邊有一個櫃子 你就可以點很多東西 然後我們家還有另外一個也是他們家的東西 喔 我覺得那個也買的很對 我帶大家過去看 好 就是這個三角櫃 欸我跟大家講 這個三角櫃真的很棒 因為我們這個沙發的位置 剛好切進去 如果今天它是正方形的話 這個沙發就沒辦法放在這邊了 就剛好三角形 把把把剛好在裡面 那為什麼又是都水晶咧 這裡是我們的柴位好嗎 我們的柴位就是要放一些水晶凍啊 還有涼液啊 有沒有水晶凍可以這樣支撐 啊還有位置可以擺啊 看你要擺什麼都可以啊 所以它是四層 我這個的話是 中型的三角櫃 它還有再大一點的 它也有比較低一點 我覺得這高度剛好適合我們這樣子 欸剛剛好 它也是全部都是原木 所以你們看它的整個木頭的紋路啊 都是不一樣的 一樣永久保護 很棒欸 這也是我們天購的櫃子 分享給大家 登登 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這張桌子呢 是我的電動升降桌 這個的話是Stainway的牌子 欸你這張桌子超有質感的 超級有質感 它的升降高度呢 從61到126公分 所以小孩子跟大人都很適合 啊因為有時候用電腦啊 可能久做 做累了之後 其實我可以站著用電腦 那我要升囉 而且它這邊很酷欸 它會顯示說 現在是幾公分的高度 嗯哼 做久了之後呢 我就可以站著使用電腦 哇 好酷喔 然後下降的話 欸老婆我發現你這台 電動升降桌的話 它的速度真的非常快 超快的 而且它是用雙馬達 像外面很多市面上 它都是單馬達 會比較容易鎖壞 喔喔 對 然後我現在要示範一個喔 你要幹嘛 你要幹嘛 我現在就在上面弄這個 你看 哇 我跟你說它可以承重到120公斤 所以你上來也沒問題 啊兩個人欸 不行 會破掉 我太胖了嗎 對 你太胖了 120公斤都沒問題 而且雖然它速度快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家裡有小孩屬外抱 它有不小心夾到什麼的 它會立馬停止作業 然後它就會再放回去 還蠻安全的 然後它這邊也是有兒童鎖 就是你長按8秒 它就不能上升下降了 喔 所以我覺得還蠻貼心的欸 而且它還有就是三組 讓你記憶的 比如說我可能設定好我坐著的高度 跟站著的高度 然後我就把它記憶起來 我下次只要壓一個按鍵 它就會跑到那個點子 嗯 這裡啊 就是你還可以 加裝抽屜 你有加裝 有 我有加裝 你還有加裝一個東西 對 另外的東西的話 是延長線那個 因為像我們的插座 其實要需要到很多 就比如說 不管電腦 還是比如說相機要充電或手機 所以我們想說 那會加裝在上面 比較方便 然後你那邊又是監控鼠海保的攝影機 對 比如說它只能在房間睡覺 我們就可以開著監視器 嗯 那電腦用內的又可以滑手機 又可以寫東西 真的很大耶 你的桌子好大 這超大的 超舒服 這台電動升降座的資訊呢 我們也會貼在說明欄 好的 接下來呢 分享的是我們的桌子 因為我們的客廳比較小一點 所以我想說就不要放茶機 我們就買了一個可以收納的桌子 它打開呢其實很大喔 它這邊打開是得到這裡 這麼長 對 啊收起來咧 給大家看一下收起來 收起來 那收起來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它收起來之後 你會發現這邊還有抽屏 它就可以收它的東西 覺得還不錯 而且很方便 然後平常我們用的時候 我們都會把它放在那個 角落 沙發的旁邊 這邊 對 就這樣小小的 然後吃飯就把它推出來就好了 這樣水海保在這邊玩 它的空間比較大 那這個的話呢 我們也會把資訊就是放在說明欄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所添購的一些新的家具 沒錯 就是分享給大家 因為其實說真的 我們家也算是一個小家庭 竟然是這麼小的空間 我們就是要靈活運用 人家說什麼 公欲善其事 必先立行 立…立… 小的你還是不要講好了 立騎士 蛤? 立行士 你還是不要講喔 反正就是這個意思 那我覺得就是 在於風格上 老婆想要的北歐風 有完成 然後我們又可以擁有這樣的空間去運用 那我們還會再開箱一個就是 我們平常買的一些小東西的開箱 嗯 還有一些家電啊 那些也會跟大家分享 對 大家也記得關注我們的影片 到時候我們會一次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 那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按讚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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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見面了 掰掰 inski final